这个美女眼看就要丧命 却被一颗石头救了下来 随即天空一声巨响 一袭轻衣闪亮登场 卢家私事 万人请无插手 轻衣人没有出声 只是微微一抬手 一颗石子擦着她飞过 将后面的假山击穿 卢七爷面皮抽动 阁下 这是什么意思 可轻衣人还是一言不发 只是不断向她逼近 卢七爷没有办法 只得打起精神应敌 随着她意念流转 不住水滴凝聚成剑 漂浮在她周围 向着对方暴射而去 但轻衣人控制气流 使出一剂尖力打地 反而击倒了卢七爷的手下 随后她发动攻击 并且准确地预测了 卢七爷每一次的应对 好好地一场战斗 硬是被她变成了声控游戏 卢七爷不甘心 决定挣扎一下 当轻衣人说后退三步时 她偏要多退一步 结果一头撞在了甲山上 可恶被她装倒了 此时卢七爷已经有了猜测 能将战斗变成下棋 并且身着一袭轻衣的 只有轻衣如胜 曹长青 天下五道前三甲的存在 曹长青没有杀她 而是走到了江泥面前 重重地跪了下去 他本是楚国旧臣 但在楚国皇宫轮陷时 他没能阻止得了 只能不停地进行复仇 暗中刺杀了不少黎阳官员 最近的一次 离皇帝也只差了五十步 如今他得到消息 公主殿下竟然还活着 于是今晚赶来确认 当看清江泥的长相 和皇后娘娘几乎一样时 曹长青瞬间打消了怀疑 但他却让江泥稍等片刻 让他先杀了徐凤年 青鸟上前阻拦 却被随手拍飞出去 徐凤年更是狼狈 还没出手就被夺了兵器 关键时刻于又为出生求情 声称徐凤年不应该死 没想到曹长青也认得他 他母亲是大蜀三千剑士之首 看到他和江泥都在极力求情 曹长青这才停止了攻击 若不是两人都为你说话 你已经死了 这时候就不得不感叹一句 徐霄的布局真是深远 在他送徐凤年出行之前 执意要让余幽威随行的时候 已经算到了今天这一幕 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在按计划推进 曹长青虽然放过了徐凤年 但还是要带江泥走 如今楚国就不重聚属地 只能在绝望唾苦中 惶惶度日 可只要江泥能跟他回去 成为新一代楚国女帝 就能拯救这些人 成为他们的精神之助 听到这里徐凤年慌了 又挡在了江泥面前 可他话音刚落 就被一道剑气逼停了脚步 他转头看过去 就见李春刚从天而降 伸手挠着鼻孔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这个书生摊上事了 就在刚才他亲眼目睹了 朝廷通缉的头号反贼 在和眼前的人密谋大事 他只觉得自己 怕是要被灭口了 可对方不但没有杀他 反而是递出了橄榄枝 看着书生讲条件 徐凤年没有半点不悦 反而拿来银票给他 让他好好给老人家看病 等情况好转了 再包一辆豪车去北梁 好家伙 这才是真正的boss直聘吧 世卫至极者死 徐凤年的一番操作 直接让他收获了 日后的北梁第一谋士 等到陈希亮离开 曹长青继续劝说江泥 跟随他回到属地 拯救剩余的楚国旧部 可在江泥的世界里 从小待在徐凤年身边 早就接受了丫鬟的身份 至于复国的责任感 他更是从来没有考虑过 但江泥不傻 直到曹长青一旦出现 他的身份就会暴露于天下 不可能继续待在北梁了 否则朝廷就会认为 北梁联合楚国旧部 妄图谋逆 这也不是他想看到的 可如果跟曹长青 重新光复楚国的话 黎阳还会多一个敌人 北梁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 因为朝廷需要北梁继续姓徐 为国家抵御新的外敌 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将近没有其他选择 他看向徐凤年 眼里充满了不舍和决绝 小尼人终于觉醒了 他认清了自己的责任 表示愿意离开 但曹长青觉得还不够 必须要再加一把火 给朝廷造成一种错觉 那就是曹长青拼死厮杀徐凤年 但遭到李纯刚拦截 两人大战一场 摧毁了豹国寺 也未奋胜负 最终曹长青只是带走了公主江泥 未曾伤到徐凤年 此事传到京城后 皇帝立刻召见了徐凯 但自己却没露面 毕竟把人家堂堂上入国 放在一管 晾了小半个月 换谁都觉得尴尬 但皇帝人虽然没到 却让寒雕寺带来了手遇 大致意思就是 如今天下局势 北莽雄居北方 西楚即将复辟 徐潇作为北梁之主 还要为朝廷多多分忧 他同意徐潇的申请 由徐凤年接任北梁王 但条件是徐潇必须裸辞 徐潇话音刚落 寒雕寺已然掏出手遇 双手递了过来 当徐潇看清最后一句 北梁王爵世袭网替之后 长舒了一口气 这计划里的第一步 终于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 这本册子古怪至极 书院上有金光流转 徐凤年看得有些恍惚 等他再次睁眼 场景已经发生巨变 四周云雾翻涌 似乎有东西在里面穿行 手里的册子突然抖动 上面的文字金光四射 竟然从纸上脱落下来 悬浮在徐凤年面前 最终形成一只蜿蜒求尽的天龙 徐凤年下意识握紧了刀 突然天龙的额头裂开 里面走出一个老者 正是皇室老祖赵皇朝 觉察到徐凤年心智已乱 果断出手进行攻击 准备毁掉他的精神世界 可就在此时 一个白衣女子突然出现 挡在徐凤年身前 伸手抵御对方的攻击 正是徐凤年的母亲 吴家上一代见惯 无素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赵皇朝的阴谋 他操控徐凤年的梦境 就是要他亲眼看着 他母亲再死一次 徐凤年望着眼前的母亲 身影逐渐变得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他跪在地上痛苦欲绝 恨透了这样的梦境 想要将这一切摧毁 突然他想起了李纯刚 刚刚教过自己的那招 一剑开天门 仔细领悟一番后 他对着天龙怒骂一声 再小也我的梦境 还能被你这个畜生欺负了 他将袖冬花到空中 在母亲余念的加持下 变得犹如神兵一般 随即他高高跃起 使出了一剑开天门 向着前锋全力劈下去 直接让天龙消散 梦雾也被劈开 阳光透过云层照进来 恍惚间徐凤年又看到了母亲 似乎是在夸奖他 做得好 徐凤年悠悠转省 望着天边骄阳 冲破云雾山峰 像极了打破心灵枷锁的他 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 就是这样的 准备这些的人 应该对你了解颇深 这是借梦境 回去一个人心中 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 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 让你崩溃绝望 你怎么扛过来的 听完李纯刚的分析 徐凤年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李纯刚 恰好教了他一键开天门 恐怕他要被困在梦境一辈子 徐凤年刚一动身 张居禄就收到了消息 他穷极一生只为消分 可没想到头来 北梁还是要姓徐 他不甘心 张居禄找来了龙虎山天师赵丹萍 想让他截杀徐凤年 毕竟如今的龙虎山与朝廷连之同气 只有朝廷安稳了 龙虎山才有未来 可如果徐凤年成功接任北梁 对梁者都不是好事 可赵丹萍有些犹豫 可张居禄根本不和他掰扯 反正要求提出来了 赵丹萍照着做就是 他只要最终结果 家方爸爸就是牛 除此之外张居禄还提了一个要求 既然都是杀人 就连赵凯一块杀了吧 一个背后有势力的私生皇子 放在外面终究是个隐患 张居禄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国家能不能稳定 只是这手段实在不好评判 可赵丹萍听完只想呐喊 一个皇子加一个世子 他有几个脑袋够砍呀 但是张居禄实在咄咄逼人 他只得先答应下来 徐凤年和赵凯的命 由我龙虎山取之